下午两点钟 欢迎加入这节电视节点新闻 大家午安 我是雄银 好 先开始我们看到发生在13号晚间 国道5号南下15.1公里处 那么一辆轿车呢违规行驶在了路间 结果就在准备 好 接下来我们来聚焦这起车祸呢 就发生在今天 当时呢他们试驾这个Model 3的车 结果没想到这台特斯拉要加150万 通通都撞毁了 而车祸之后呢 又发生意外坠巧的这名化性死者呢 年仅23岁 你看到哦 其实现在他的身家也是跟着起底 他是23岁的北投少爷家境还不错 当时车祸发生的时候呢 车上还载着这一名韩国籍的女朋友 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车祸呢 是不是呢在转换控制上面呢 突然之间失当 所以呢才会冲撞呢 而且重点来了 这名死者的死因是非常离奇的 为什么突然间又坠巧呢 这名年仅23岁呢 等同于是才刚大学毕业没有多久 就准备要攻入他人生的第一台车 就是这台特斯拉 当时自撞护栏之后 整个车顶都被削光光 而且呢这台车瞬间变成了一团废铁 看得出来当时的撞击力量真的是蛮大的 好 你看到先下车之后呢 这名副哨还是拿起手机不断的讲电话 讲着讲着下一秒钟 突然之间坠巧耶 最后一通的电话 是不是在跟妈妈报平安呢 因为的确当时你的妈妈 是有接到儿子打电话说 发生车祸没多久之后 人就失联了 在发现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变成了没去冰冷的遗体 现在大家都在想说 为什么突然之间的走下车 会坠落桥底下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发生车祸之后 身体太不舒服 这样的一个撞击力道 导致呢头昏目眩的一个情形 所以才会失足往下掉呢 身心误判的情况底下呢 才会掉下去吗 现在有非常多的疑点 但是这一通关键电话呢 如今也是跟着被起底的 好 我们讲到这一款特斯拉新车呢 其实要价200多万 甚至呢看得出来呢 这一名少爷呢的家境好像还蛮不错的 疑似呢还是北投一带的旺族 而且他们家是非常低调的 然而车祸当下这名话姓男子呢 算数一度 一时是很清醒还知道打电话 但是没想到这通电话呢 通话到一半突然间断讯 人就不见了 直到妈妈求助的特斯拉总部呢 沿着试车的路线开始找人 最后才发现儿子已经不幸丧命了 这起特斯拉自撞死亡车祸外传一丝 试着驾驶不熟悉自动驾驶的操作 所以才会发生这自撞分隔岛的意外 然后又再撞上另外一侧的护栏 虽然当时有目击的民众发现了车上三个人 大家似乎都还是意识清楚的 可是这名驾驶最后却不小心翻落 桥底下身亡 当时驾驶开的就是特斯拉 今年八月份才刚刚登台的车种 自动驾驶功能让大家眼前为之一亮 但是不熟悉操作的人可能会因此酿祸 特斯拉公司目前是还没有做出回应的 详细的事发过程 只能带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情 好 讲过超过五个多月的在香港的冲突纷战 也导致香港的民主意识不断在崛起 你看到在24号晚前10点半 香港区议会的投票也正式结束了 25号一大早选炮也陆续开出 这泛民主派已经获得了389席 甚至出现全面性的胜利 建制派只有获得大概59席左右 独立候选人是获得了3席 确定当选这些候选人当中 其实大多数一字排开都是民主派的 你看看反送中的领袖 几乎每一个都有上榜 比方说像是明镇造极人陈子杰 还有学连前副秘书长的陈敖辉 以及黄之锋力挺的林浩波 还有他在冲突当中 不是被咬掉一只耳朵的赵家贤 他也是连任成功 就算当时这些票都还没有 完完全全开完 可是当时这些民主派 就已经获得了全体超过半数的席次 看得出来呢 其实民众这一回的投票非常踊跃 而且目标就是要教训一下 这些亲中派 我们看到这一回呢 其实整理一下投票数是高达200多万 甚至投票率是突破了七成 来到71.2% 452席次当中呢 其实这回拿下300多席是过半的 这也是2022年 这香港特区选举117席 香港特首选举委员会的席次 你看看呢 已经确定是由这民主派给拿下了 而为什么说到那么重要呢 这样的一个选举 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左右到 未来的特首选举 甚至也让这泛民主派 有了更多的溢价空间 甚至呢 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关键少数 动摇到下一回的特首选举 只能说呢 现在呢 整个民主意是在香港这边 不断的萌芽 新兴之火 可以燎原 我们将来昨天香港区议会选举当中 备受关注的就是 他这建制派的何娟瑶 是1200票呢 大败给这民主党的卢俊宇 所以他是被香港民众给下架了 而且他在自己的脸书上面 就破文说 这一回的选举结果呢 他认为是天翻地覆 甚至呢 很感叹地写道说 这今年 非常的选举 非常 而且那些结果 都是跟着非常的异常 要来表达自己的遗憾之情 其实我们看到呢 这一回呢 这何俊瑶主动在脸书上面 谈成自己是败选的一个情形 但是你看看呢 其实我们可以留意到 那么一个现象 因为呢 底下的网友留言 非常的讽刺 翻到大厦 都是赞生一片 甚至呢 这恭喜的声浪 是占据到大半个版面 还有你看到街头上面 出现这一幕 大家直接开香槟 再庆祝 礼拜天呢 香港各地举行 这区议会选举 虽然说呢 投票情形是盛况空前 但是从一大早开始呢 各地就比较的不平静 除了说 有着身穿黑衣服的港民 才刚刚投完票桌 没想到立刻被人打 甚至街头上面 还出现不少 挂上一日团的游览车 有人怀疑说 是不是中共也想要 介入这一回香港选举呢 加上有民众 准备投票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是有投票记录 怀疑呢 自己是被投票了 尽管港府出面 表示一切都是没有问题 可是 大家不买单 韩国女团的前成员 聚和拉 在24号晚间呢 传出了死讯 而根据这江韩 这个南韩的江南警局消息表示 在傍晚6点09分的时候呢 聚和拉在家中被发现 她已经断气了 而且是身亡了 而目前整体案件 都还在交由警方调查当中 南韩女星聚和拉 在首尔处处传出身亡消息 也震撼了这韩国演艺圈 不少好朋友 纷纷表达哀悼之意 上个月才痛失 好朋友雪莉的IU 24号在演唱会上面 得知聚和拉死讯 在唱安扣曲的时候呢 当场哽咽表示 自己可能是没有办法唱下去了 难过心情 让粉丝都觉得好闭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